日本财务省3月16日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,2月份,日本逆差为8977亿日元。这已经是日本的连续19个月逆差,而且在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。逆差,即进口额减去出口额。也就是说日本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内,做贸易没有赚到一分钱,一直在亏损。 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贫瘠的工业国。无论是石油还是铁矿,啥都没有。而且耕地极少,粮食的自给率只有38%。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,日本就确定了贸易立国的基本国策。也就是说日本必须从国外进口能源和原材料,在出口高附加值的工业品,这样才能活下去。 从日本贸易扩张开始,就一直处于顺差之中。每年赚取大量的外汇。从80年代开始,日本的巨大盈余,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外汇储备国。 1998年时,日本仅仅对美国的贸易顺差,就达到了630亿美元。但是这一切都巨网矣。 今天的日本将持续处于逆差之中。从2021年开始,搞了这么长时间的加工制造。搞了个季末,一分钱都没赚到,还赔钱。 一个工业国家出现逆差,后果是灾难性的。因为这会导致它没有钱进口接触的原材料。 使得工业生产进一步停滞。最终陷入恶性循环,经济加速崩溃。 对。日本2022年逆差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。一个是汽车出口量的下滑。2000年时,日本就出口了汽车482万辆。 到了去年,日本汽车出口量仅仅为350万辆。下降了近30%。 尤其是最近的5年,日本汽车出口量血崩是下滑。那么,为什么日本的汽车出口量下滑得这么厉害?丢掉的份额去了哪里? 2000年,日本汽车出口量为482万辆。中国为1.7万辆,连日本的领头都没有。 2010年,日本汽车出口量为493万辆。中国为54万辆。 2015年,日本汽车出口量为442万辆。中国为75万辆。 到了2022年,日本汽车出口量为350万辆。中国为311万辆。 全球汽车产业有一个共识。 今年中国汽车出口超越日本是一种必然。 而且在未来将把日本甩得越来越远。 因为我们不仅在传统的燃油车上,已经逼近日本。 而且,中国是公认的未来全球新能源产业的领导者。 日本点错了科技数,在新能源领域没有任何的积累。 未来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上日本只能是零。 日本逆差的第二个原因,是因为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上涨。 日本的资源有多贫瘠。 原油和煤炭自给率均没有超过1%,天然气自给率没有超过5%。 在俄乌战争前,俄罗斯是日本的重要能源供应商。 在2014年,俄罗斯将萨哈林二号的日俄天然气管道作为重点建设项目。 却对中俄天然气管道迟疑不决。 就可以看出俄罗斯的能源对日本有多重要。 但是在俄乌战争之后,日本却跳得最高。 和美国英国并称三剑客。 各种拱火焦油盲的不亦乐乎。 更是积极响应对俄罗斯的各项制裁。 这下可好,自己把自己的能源渠道给搞没了。 用高出2022年,近40%的价格,购买天然气与石油。 导致工业成本急剧提高。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,可以说做得一手好死。 尤其是最近中国倡导俄乌和谈。 很明显的,只要停火,国际能源价格就会下滑。 对所有的工业国都有好处。 但日本生怕打得不够激烈。 抢在中国前头跑到乌克兰面见泽连斯基。 并紧急提供了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。 这一举动真是见到不能再见了。 日本逆差的第三个原因,是因为日元的贬值。 2021年时,100日元可以换0.92美元。 到今天100日元只能兑换0.76美元。 日元贬值超过15%以上。 日元贬值,导致日本需要以更高的价格, 来购买国际原材料。 为什么日元会贬值呢? 因为美国连续加息,现在利率已经到了4.75%。 而日本的利率现在是0%,这是啥意思呢? 就是说同样的钱,存在美国的银行。 一年有4.75%的利息,放在日本的银行, 一毛钱利息都没有。 这样一来,日元当然要兑换成美元跑美国去。 那日本为啥不加息呢? 因为日本在过去的30年发行了天亮的国债。 高达GDP的2.6倍,这个比例比美国还高。 关键美国发行国债美是,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。 可以随便印钞,但日本却不行。 日本高达564万亿的国债,根本无力支付。 只能对国债实行零利率。 就是日本政府不需要支付国债利息。 一旦日本和美国一样,也搞各接近5%的利率出来。 结果要么就是国债崩盘。 要么就是每年,需要对国债支付28.2万亿的利息。 光这个利息就能把自己拖死。 日元之所以到今天还没有崩盘。 是因为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之下, 手中握着1.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。 所以从美国加息开始,日本为了维持日元的汇率,开始疯狂地抛售美债。 去年一年就抛售了1,995亿美元,才勉强维持了日元的汇率。 日本抛售美债,让本来暴跌的美债雪上加霜。 那美国为啥不阻止日本呢? 因为日本对美国说,你看我现在都这样了,都要快死了。 你要还不让我卖美债,我就真的完蛋了。 我死了无所谓,也就是一条狗命而已。 但是中国呢,中国怎么办? 以后谁帮你撕咬它,谁给你冲锋,谁给你做炮灰? 难道你自己亲自上,你可要想好了? 美国一想,日本说的有道理。 于是就默认了日本抛售美债的行为。 其实我们从国际新闻中可以明显看出一条线。 日本抛售美债抛售的越凶,对中国蹦得就越高。 去年高升叫嚣协防挖岛,修建南部岛屿的火药库,宣布采购战斧导弹。 这些都是在大量抛售美债的时候。 这是一方面战战兢兢的抛售美债。 一方面向美国显示自己的利用价值。 总之基于汽车产业的崩溃,能源价格高起,日元暴跌等一系列的原因。 日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 国际上目前大量的预测。 日本大概率跌出世界前三的位置,而被德国超越。 今天的日本已经是穷途末路,产业一个个的丢失。 从2000年开始到今天,可以说是一部中国人民历经图治。 逆袭复仇的壮丽历史,但这仅仅是刚开始。 我们要击败日本,是要在所有的维度。 日本说协防挖岛,你以为是开玩笑的吗? 无数的历史告诉我们,日本最终只会铤而走险。 很早以前我就说过了,我们复兴的关键。 不在挖岛,而在日本。 但很多人问我,我们有什么理由出兵呢? 你真的想多了? 这个问题是日本每天绞尽脑汁在思考的。 而不是我们。 等到我们祖国统一的时候,美国百分百不会行动。 而日本百分百会行动。 一旦中国复兴,历史就会回归它的本来面目。 敬国厕所里面的日本战犯将会被彻底清算。 日本政商界不知道有多急。 所以要什么理由? 日本要侵略我们,我们反抗还需要理由。 对待日本,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? 最近尹熙悦给我们做出了教科书般的回答。 尹熙悦疯狂地跪舔日本,篡改历史。 发表各种昧日言论,到日本去访问。 结果热脸贴了冷屁股,被日本各种算计。 这是为什么呢? 因为尹熙悦说要原谅日本,这让日本勃然大怒。 你要原谅我? 你是个什么东西? 你有什么资格原谅我? 难道我当年做错了吗? 中日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。 这句话我高度认可,只是它还缺乏一个前提条件。 就是彻底教会日本怎样做狗。 其实我们并不歧视日本。 我们曾经认真地想教日本做人,但是日本不领情。 2021年,面对日本的倒行逆施。 中国外交部怒斥日本,养人鼻息,甘当附庸。 中国外交部的话引起了日本网友的热议。 日本人评论最多的回复就是,不做美国的附庸,难道做中国的附庸? 大白话说就是,我不给美国做狗,难道给中国做狗? 我们只能说,既然日本从来没想做人。 那就只能教他做条好狗。